昨天我国选手继续摘金夺银 有两金一银一同入账 在昨天下午结束的东残奥越野滑雪 男子短距离坐姿决赛当中 中国运动员郑鹏获得了冠军 毛中武获得了亚军 加拿大运动员柯林卡梅隆获得了季军 另外在昨天下午进行的东残奥越野滑雪 女子短距离坐姿决赛当中 中国选手杨洪琼拿下了金牌 这也是他本届东残奥会的个人第二金 李盼盼摘得了铜牌 目前东残奥会在国家冬季两项中心的比赛 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但是随着赛场温度的不断升高 如何保障雪道的雪质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月8号和3月9号两天 位于张家口赛区国家冬季两项中心的 室外温度已经升至8度 赛场内的部分雪道出现了湿化的现象 这个现在是融的雪 融雪您看它已经就可以连着一团了 就湿化了 湿化的就3到5公分吧 据了解 未来两天赛场的室外温度 还将突破10度以上 为了应对这种高温融雪 保障冬残奥会比赛的进行 山地运行团队启动了高温融雪的应对预案 我们现在这个区域的雪的厚度 还有一米的这样的一个厚度 晚上温度 碳一落山 温度下降 零下 零下开始冻结 我用雪梨呢 吃雪的深度呢 基本上10公分 就把这个雪呢 重新再打碎 下边雪呢 就是给它进行混合 在每天冬残奥会比赛结束后 几台压雪车开始了作业 将底部的雪上翻后压实 此外 对于溶雪严重的区域 造雪团队还将储存的雪 重新打碎覆盖 让整条雪道始终符合比赛要求 而对于未来几天的高温 他们还准备了比赛中的应急方案 它已经成粥状了 我那洒盐 洒盐以后呢 它就把这个呢 这个吸热 形成一个硬壳 板结 板结以后再比赛 它就不是说那种 说太软了 运动员的滑行啊 速度啊 以及技术受到影响 记者昨天从相关部门了解到 北京冬藏奥会将延续 北京冬奥会的观众政策 预计将组织观众1.8万人次 据了解 北京冬奥会期间 北京赛区和延庆赛区 实际组织观众8万2056人次 张家口赛区实际组织观众28579人次 观众由外交使团人员 国际友人 运动员亲友团 冰雪运动爱好者 社区居民 企事业单位员工等组成 眼下北京冬残奥会正在北京 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进行 观众观赛政策与冬奥会一致 还为残障人士观众观赛提供了最大限度的便利 冬残奥会目前我们是计划 是组织18000多名观众来观赛 在冬残奥会期间 我们会特别注重对于残障人士出行的一些考虑 比如说我们会为轮椅人士提供专门的车辆 另外我们的这个落客点 会尽可能的距离我们暗年口近一些 方便我们残障人士进出 同时我们还有一些摆动车 我们也是专门为一些出行不变的 这个残障人士准备的